哈喽各位车友大家好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我是花花 前两天啊看到了一条咱们视频下方的评论留言让我感触挺深的 是一位咱们的重庆车友在这里提完了一台寻疆者的小老头回家了之后呢 他自己对车内进行了一个假旋的测试 并且呢测试也是一个比较权威的测试哈 他自己有留言的 然后呢结果让他大快撑好 主要呢飞翔房车能够车内做了这么的环保 是取决于咱们大量的使用了一个铝合金的板材 其实使用铝合金板材对于制造方来说 它是困难重重的 因为铝合金的板材它很难去出造型 另外呢铝合金板材它本身就是比较昂贵一些 但是呢好处更多呀 它就会更加的环保一些 并且呢它也会更加的坚实耐用一些 那我们现在呢就随便去找一台车看一看 飞翔房车有多少地方是使用铝合金板材的 房车嘛都是用来用的而不是看的 所以我们在众多房车当中去选择的时候呢 不仅要看它是否美观好看 更重要的是要看一下 它里面的布局是否实用 上装用的材料是否安全是否环保 这才是真正的关键之处 那我们现在呢是在飞翔房车的一台 刚刚下线的EVC Ocean小额头房车上 当我进入到车内之后呢 它不会有刺鼻的味道 让我也想起之前带咱们的一些车友 实际参观去到飞翔房车的一些工厂里面 正在上装的车间里面 还有上装还没有下线的车上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一句话 我没有闻到很刺鼻的味道 这就是取决于咱们大量的一些环保板材的运用 比如说铝合金板材 木质板材呢 比如说采用的都是 一零级的五甲全多质青层板材 都是符合国家的一个环保标准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我的身边哈 都有哪些地方是采用到了铝合金板材的 比如说在我的左右手两边哈 这些柜子采用的都是铝合金的板材 您看这个柜子是平平无形的样子是吧 它本来原色呢是这个颜色 上方呢是进了一个环保 敷膜之后是这样的一个高级灰的颜色 它是由三块这样的板材拼接而成的 它除了没有味道非常的环保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 轻量化 非常轻 并且不变形 我们的房车在后期使用的时候 都是在路上行驶的 您会走到一些非铺装路面 颠簸时间长了之后 普通的木质板材 它会一年两年之后慢慢的进行变形 可能是你肉眼很难发现的 但是呢 车上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有很多异象 那就是因为板材变形了之后 所以会发生异象 咱们这种铝合金板材呢 无论你用十年八年 它都是不会变形的 所以呢 也不用担心后期会有异象 还让我们整车有了一个很好的轻量化了 比如说在看我的身边这一个卫生间的门 卫生间的门呢 采用的也是一个铝合金的板材 拼接而成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卫生间里面的水比较多 铝合金板材呢 它不怕腐蚀 不会说像木质板材后期之后 它腐蚀了之后 你就真的没有办法 这种板材呢 你就擦洗一下 就很简单 很好用 它也是非常的轻量化的 一个门看着挺大的 但是非常非常的轻 我现在所做的这个床的区域呢 其实它本身的整个框架结构哈 采用的也全部都是铝合金的一个材料 所以这个床的框架结构 我自己是一个手都可以轻轻的拎起来的 因为铝合金的材质本身就是比较轻的 如果我们看细节的话呢 我们比如说可以看那个床腿的位置 你可以看一下横切面 它是有很多的加强筋处理的 所以保证它非常的结实 非常的耐用 也不会说因为你在车子用过一两年之后 它就变形了 然后呢就开始出现各种晃动 开过车的车友 大家都会有同样的感受 如果车上你在开车的时候 有各种印象的话 那对司机是一个非常大的干扰 大家都很烦的 除了这个床是这样 上方的吊床也给大家揭秘一下 进行包袱过之后的这个深吊吊床呢 已经掩盖了它铝合金的工业化气息了 实际上这么大的一个吊床哈 如果说是用的其他的各种材质的话 它会对我们车内的一个重量 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飞翔防止的这个吊床 为什么这么深受车友们的喜爱呢 除了它非常的严丝合缝的隐藏起来了以外 跟它本身的一个用材用料也是有关系的 这个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床 从这边哈 一直到后面整个床放下来之后 是1米3乘以2米这么大一个尺寸 它的所有的框架结构 包括最后平铺的一个板材 全部都是铝合金的材质 所以呢 你看这个床很大 它的功能也很强大 但它本身也是比较轻的哈 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的细节部分 就是它的一些连接的脚码呀 比如说这个柜子与柜子连接脚码呀 柜子与墙体的连接脚码呀 还有像这些床上用到一些锚钉啊 它全部采用的都是铝合金的板材 所以飞翔防车呢 大量使用这样的大块铝合金板材 还有细节处理铝合金的板材呢 就可以让我们的车上的轻量化 达到一个最高的水平 同时呢 将我们的环保也做到一个最高的水平 所以呢 各位车友 您在选择了飞翔防车之后 你就不用担心车上的异味问题呀 还有车上的一些环保问题呀 安全无小事健康第一 希望通过我们本期的一个视频分享呢 能让各位车友在选择防车的时候 多上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就是看一下车内是否环保用料是否安全 也希望通过本期视频的分享呢 让您在选择防车的时候 能够多上一份参考 如果说您对飞翔防车 还有什么想了解的 也欢迎您在评论下方给我们留言 那我们下期再见